这是我的火焰辣椒面包 等级一百集 奖励一百个金币 太快了 这是我的地雷蜂蜜面包 等级五百集 奖励五百个金币 谢谢王后 这是我的豌豆射手蜂蜜面包 等级一万集 奖励一亿个金币 我的竟然是一亿个金币 白雪贝尔熊妹 你们的金币必须在今天一天内花完 好的妈妈 太好了 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 这么多的金币 我该怎么花呀 白雪贝尔熊妹 需要我们帮助你吗 哼 才不需要 你们就是自己的花完了想花我的 不是的白雪贝尔熊妹 我自己就可以花完 不用你们假期情的来帮我 老板 我要一百件漂亮裙子 给你 再要一百个大钻石 给你 再要一百个限量版夜龙丽娃娃 给你 太好了 这下我的金币全都花完了 贝尔 我们现在在搞活动 三等奖是点藏版夜龙丽 二等奖是水晶鞋 一等奖是超级大钻石 终极大奖是神秘礼物 哇塞 终极大奖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抽奖呢 觉得要的话 就在评论区发送一一一 不要的话就发送二二告诉我吧 哇 这么多的一一 老板 我要抽奖 给你 叶罗里叶罗里 恭喜你贝尔 抽到了终极大奖 终极大奖是什么 你的消费金额全部返还给你 这是你的一一金币 怎么会这样 白雪贝尔熊妹 我来检查结果了 我的天被换完了 我的金币也换完了 我的也换完了 不错 你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等等 就是你贝尔 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什么也没做 你自己看 我这么多的金币 一天怎么花得完啊 嗯 我有办法了 我真是太聪明了 这什么东西 怎么贴上掉下来这么多的金币 原来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样 贝尔 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要惩罚你 我 我不是故意的 等等贝尔 你必须跟我一起回M78星球 找我的托尼 什么 托尼是什么 终于有空来捏捏我的托尼了 哇 我的小狗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晕过去了 哦 可知利 这剩下的金币怎么办 嘿嘿 那就随便吧 我扔 就是这样 贝尔扔的金币把我砸晕了 就是这样 我的托尼也不见了 什么 贝尔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对不起奥特曼和尚 我不该那样做的 吴行 我们要惩罚你 哼 说的对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们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要惩罚我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们到底要不要惩罚贝尔 要的话就发送依依 不要的话就发送222告诉我们吧 白雪 多吃点青菜 我爱什么样多吃青菜 因为青菜对身体好 我爱什么青菜对身体好 我说是就是 白雪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总是问为什么 白雪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为什么要出去玩 因为下课了要放松一下呀 为什么要放松 就是 哎呀 反松就是放松 哪有为什么呀 你让水不去我自己去 白雪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这道题呀 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这个 是这一道 为什么 一加一等于二 这 为什么 一加一等于二 我 我怎么知道 白雪 你真奇怪 白雪 你怎么不出去玩呀 一加一 为什么等于二 一加一就是等于二 哪有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白雪 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不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白雪 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早上吃饭的时候 今天是在问为什么 让她一起去玩 她又不去 真奇怪 就是 我问她问题 她也不回答 还一直问 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在这里 又来了 咱们还是先离开吧 就找到让白雪 恢复的办法 咱来找她 好主意 为什么大家都躲着我 为什么大家又跑回来了 怎么都不见了 白雪 你怎么在这 正好 那我就把你 你扎回去吧 为什么要抓我 因为我是坏人 为什么你是坏人 因为 因为我是怪兽 为什么你是怪兽 我妈妈是怪兽 所以我也是怪兽 现在明白了吧 快点快快跟我回家吧 为什么你妈妈是怪兽 你也是怪兽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说是就是 为什么要躲着青菜 为什么要出去玩 为什么一再一等于二 哎哟 求求你别撵了 我的头好动啊 我不抓你了 我走还不行吗 白雪 你好厉害呀 黑暗魔王都被你说跑了 你这样也没什么不敢吗 白雪 我们都给你打一百分 为什么给我打一百分 啊 怎么又开始了 不行 必须想办法 把白雪变回来 呜婆婆 你快看看白雪是怎么了 一直在说为什么 哦 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来看看 乌拉拉 魔法之力 白雪 我的作业还没做 你快借我操操 爱莎对不起啊 作业要自己做 我不能借给你啊 现在不借给我 看我把你变笨 魔法变 这下你就只会说为什么了 原来是爱莎搞的鬼 我这就帮白雪恢复正常 乌拉拉 恢复之力 乌伯伯 熊妹大宝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太好了 白雪终于回复正常了 乌伯伯 谢谢你 乌伯伯 你不是爱莎把白雪变成这样的 你可要好好教训教训她 放心吧 我饶不了她 哎呜 是谁在说我 小朋友们 我们下 饥饿饿饿饿饿饿 白雪饥饿不够 不能吃饭 好吧 该稳了 我让你肚子都胀了 饿饿饿肯定够了 大宝饿饿饿一百 可以去食堂吃饭了 耶 老师还有我呢 熊妹饥饿吃七食 不能吃饭 不是吧 我就是喝了点水而已 我好饿呀 可是我的饥饿不够不能吃饭 好饿呀 熊妹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 我太饿了白雪姐姐 这样吧 我把我的饥饿吃给你用 这样你就可以去吃饭了 可是白雪姐姐 你怎么办呀 与其我们两个人都饿着 不如就我一个人饿 就这样了 我的饥饿吃给你 你快去吃饭吧 白雪姐姐 谢谢你 解决了熊妹吃饭的问题 那我怎么吃饭呢 有了 我要增加我的饥饿值 我要跳 我要跳 好撑啊吃的 白雪姐姐 你在干嘛呢 我要增加自己的饥饿值 我要吃饭 是这样 那白雪姐姐 我帮你吧 给你一大桶水 我要这个干嘛 你不是要增加饥饿值吗 拿上这桶水跳 你会又累又饿的 这样你的饥饿值就会很快增加的 好 我听你的 我跳 我跳 好饿呀 这下饥饿值肯定打到了吧 白雪 来测一下吧 来了 饥饿值数是九十九 还差一分 不能吃饭 什么 九十九还不能吃饭 可是老师我真的很饿呀 你就让我吃饭吧 这是学校规定 你还是过一会再来吧 可恶 这是什么破学校 我要投诉 白雪 你 你要干嘛 哪有学校吃饭是让饥饿值吃的 老师你太过分了 王后妈妈快来呀 白雪 出什么事了 王后妈妈 学校规定饥饿值要一百才能吃饭 我们童话王国有这样的规定吗 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 老师 你是从哪来的 我看你就不像我们童话王国的人 我 我是童话王国的 那跟我回去写检讨吧 侍卫 给我带走 白雪 你快去吃饭吧 呃 喵喵喵 好好吃 好好吃 我们也来吃饭了 喵喵喵 太好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饿肚子了 是 吃饭不看饥饿值的感觉太好了 可是 老师被带走了 谁给我们上课呀 不知道 咳咳咳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 是黑亚魔王 黑亚魔王是我们的老师 没错 你们的眼睛老师被带走了 我来接他的办 以后想上课的话 就要给我交一百份作业 要不然我就不上课 黑亚魔王 你 你也是个怪老师 会来投诉你 你 你敢 我和妈妈快来 黑亚魔王 谁让你在这里当老师的 你没有资格 侍卫 给我带走他 不要啊 孩子们 坏老师都已经被我带走了 以后我来当你们的老师 耶 点餐观察火 鸟鸟真好吃啊 发现三个鸡腿 我削 是谁 把我的鸡腿还给我 大马 你怎么了 不知道是谁 把我的鸡腿变没了 怎么会这样 发现三个小男孩 我削 我的能量长到40了 太好了 我买了很多蔬菜 我买了很多肉 我买了好几种水果 咱们赶紧回家吧 孩子们还等着呢 哈哈 我的运气真好呀 你是谁 为什么要挡着我们的路 快让开 我们还赶着回家呢 发现三个妈妈 我削 太好了 再削出三个 我就能充满能量了 你这个坏人 快把我们的妈妈放出来 你们认错人了吧 我没有抓你们的妈妈 才没有认错呢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你把我们的妈妈编没的 真糟糕 原来被你们看见了 我这就送你们去见妈妈 三个小女孩 正好可以消除 你这个坏人 你要干什么 哼 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我削 怎么回事 我怎么动不了了 因为你中了乌婆婆的定身术呀 乌婆婆 你真厉害 乌婆婆 谢谢你救了我们 你们没事就好 乌婆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叔叔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通话王国 这我也不知道 咱们还是来问问他吧 你是谁 为什么来通话王国 哼 我就不说 你要是不说 我们就不解除定身术 警告 离出发时间 还有十分钟 啊 没时间了 我说 其实 我来自爱消除星球 我们都是通过 玩消消乐来获取能量 这次 我们是来通话王国旅游的 可是 啊 等等我 我还没上船呢 哎 飞船飞走了 我的能量也又高了 我怎么回家呀 提示 你可以玩现实版的消消乐 然后换取能量回家 那我试试 哎 这里有三棵树 我削 太好了 真管用 我要消除更多东西 这样才能快点回家 就是这样 我是为了充满能量 早点回家才这么干的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原来是这样 但是你也不能把我们的朋友 变成能量呀 你可以把它们变回来吧 好 我这就放它们出来 武力瓦拉 恢复魔法 太好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 哇 我的鸡腿还在呢 找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关心你的鸡腿 就是大胖 你真是个吃货 牛小怪 你 警告 时间还有五分钟 时间快到了 我肯定回不了家了 不不 你快帮帮他吧 好 看我的 武拉拉 魔法能量 去 能量已充满 可以起飞 哇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不不不 白雪球卖 谢谢你们 不客气 快让你再来 看看王国玩呀 小伙伴们 喜欢这个视频吗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给我的 红色草树宝宝吃蓝条 我给我的 红色草树宝宝吃干饱 我给我的 蓝色草树宝喝白开水 白雪 你的草树宝宝跟着你可真倒霉 连好吃的都吃不上 不是这样的 双树宝宝 草树宝宝 只能喝白开水 白雪球真傻 草树宝宝 你们快长大吧 我明天再来看你们 草树宝宝 你也要快快长大呀 黄色草树宝宝 这是我最喜欢的 蜡条还有薯片 黄色草树宝宝 这是我最喜欢的 炸鸡和花宝 蓝色草树宝宝 这是白开水和瓜子 哈哈 白雪 你也太搞笑了 竟然又给草树宝宝和白开水 对啊白雪 你的蓝色草树宝宝 肯定不会长大的 不是的 我的草树宝宝会长大的 我来给我的 黄色草树宝宝加菜了 这样 我的草树宝宝 肯定是长得最漂亮的 看这边草树宝宝 我就知道熊卖肯定会来 还好我聪明 我也要给我的草树宝宝加菜 黄色草树宝宝 我给你带了大蛋糕 还有巧克力 你吃了一定要看看长大 这样我就是第一名了 真是怎么回事 我的草树宝宝怎么晕倒了 我的草树宝宝怎么晕倒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白雪贝尔熊妹 草树宝宝竟然被你们养的 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要惩罚你们 不要让草树宝宝 可不能让白雪过下 快吃吧 这样我的草树宝宝就能过下了 我也要给我的草树宝宝加菜 草树宝宝 我给你带了巧克力还有饼干 你吃了一定要看看长大 这下我的草树宝宝肯定是第一名 贝尔熊妹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草树宝宝 对不起白雪 我们知道了我了 贝尔熊妹 这下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们这么对待草树宝宝 必须得到惩罚 草树公王 我们知道错了 对啊 我们不应该这么对待草树宝宝 能不能不要惩罚我们 草树公王 贝尔和熊妹已经知道错了 这次就改就是好孩子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惩罚他们了 你们记得小朋友们 我听你们的 你们说要不要惩罚贝尔和熊妹 如果觉得要惩罚贝尔和熊妹的 就长按大拇指发送一一一 如果觉得不要惩罚贝尔和熊妹的 就发送二二告诉我吧